大家好 我是小多 很多人问我们长期自驾旅行 网络是怎么解决的 今天小多特意出一期视频 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给大家说清楚 这不是一条广告视频 就是一条纯分享好物视频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外面自驾旅行很多年了 我们之前的话 每个月上网的费用的话 基本上都是在四五百块钱 因为要上传视频 要直播特别费流量 基本上我们之前的话 就是一块钱一个机 那样就那样用的 一天的话 可能要用几十块钱的流量费 然后从去年10月份开始 我们就开始用 这款网络 格型的随身WiFi 因为很多人问 用的是什么网络 然后我就把我真实的一些反馈 然后告诉大家 这个是格型的一个随身WiFi 一个充电的 然后很小 走到哪里去 就是放在口袋里面 都可以带上它 然后都可以上网 就是一个随身WiFi 而且的话 它可以同时连接十几个设备 手机电脑 家里的电视 都可以用 这个我也用了快一年了 如果说没有这个的话 真的我们的花费到现在 不知道要多少 之前的话 我也是买过几款随身WiFi 到西藏新疆 有些地方云南就用不了了 所以说我就一直用的是这个格型的 它全国都可以用 真的很划算 69块钱 1500个机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1500个机的话 真的用不完 我们两个人用都用不完 而且的话没有任何套路 就是1500个机也不限速 我觉得就是流量不够用的 可以试试随身WiFi 我们直接包的一年 一年的话是更便宜 你包的越久更便宜 最急的话就是二十几块钱一个月 然后流量不够用的 可以试一试 因为流量费实在太多了 就比如说在外面长期开车 想到外面自驾游的 流量不够用 你可以试试这个WiFi 这是小多用过的 真的就是分享给大家 而且的话 它随身WiFi里面是不用插卡的 它的原理就是开机了之后 连接的是电信的信号 不管你的手机是移动的 还是连通的 不管你手机里面有没有卡 都可以连WiFi可以正常使用 我们在外面每次发视频 我就是用WiFi传的 有时候你们就问 怎么IP老师在这里在哪里 因为它里面没有卡 而且的话它的流量网速 特别的好 好我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 流量不够用的 真的可以试试这款WiFi 真的很划算 可以节约一点 一点费用 好吧 然后 多的我也不说了 有需要的直接向上一单 然后小多谢谢你们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